好 台湾的疫苗量到底够不够呢 来看到张忠谋他说出总统的真心话了吗 张忠谋他代表总统出席IPEC非正式领袖闭门会议 在这场会议当中其实探讨了包括了疫苗分配 然后呢 疫后复苏等等议题 但是你知道吗 张忠谋借此向国际喊话 他说台湾疫苗的覆盖率目前低于20% 而且他还特别提到了目前台湾需要更多数量的疫苗 好 我们特别为你整理到底目前台湾到手的疫苗有哪些 在疫苗部分呢 包括药厂COVERS啊 日本送给我们总共有525 5.2万剂 在莫德纳的部分呢 包括美国送给我们的药厂买的 总共有365万剂 那目前刚刚最新这个数据可能还没有改过 刚刚指挥中心公布是目前台湾的疫苗接种率是20%左右 好 对此呢 有专家就提出了 他说其实台湾覆盖率需要超过八成才能防堵变种病毒 但是大家记得吗 你看张忠谋 他说台湾缺疫苗 他的说法跟政府跟我们说台湾疫苗足够啊 完全是不相符合的 好 对此呢台北市议员许巧新分析了其中的内幕 其实问题的癥结点就在于政府订了之后 那些疫苗可能根本不会到货 至少今年到货的比率可能会非常的低 他们已经内部了解到这样子一个知识 所以他必须要向世界去讲说台湾疫苗不够 所以在政府现在在催什么 是随他在跟AZ买的1000万再加COVAX的416万 以及505万的莫德纳 他们现在目前都把这2000万支的疫苗算入 我们总体疫苗的数量跟标准里面 可是问题是这些疫苗的到货率非常的低 我们现在在打的AZ 我们现在在打的莫德纳 几乎都是国外援助台湾 国外赠送给台湾的 我们自购疫苗的部分一直不断不断的在Delay 原因有非常多 包括这些竞争的这种战略物资 其他各国会抢 包括我们当时在签约里面 没有跟对方去押 交货日期的法律追诉条款 那为什么不押 这个也是立法院疫苗教育小组 我们必须看合约的内容 才能去监督政府的 不管是在价格上面不用公开 甚至是到货日期上面 甚至是说我们交货不需要去列入法律追诉 但他们去买AZ没有到货 人家就直接去告 告不成告不成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你至少你可以采取主动权 可是台湾只能默默的等待 只能去求人家希望能够来到货 AZ告诉我们说 明年可能会再给我们900万几 可是不好意思 本来我们讲好的要到货的日期 包括莫德纳 是今年6月 所以跳跳这么久 完全不需要扶任何的责任 政府也没有跟这些国际的药厂 去做任何的追究 那人民的安全跟人民的健康 被你买到哪里去了 好另外呢 外界在问说 那台北市各县市可不可以买疫苗 今天台北市长柯文哲就针对 台北市你为什么不自己去买疫苗 进行回应了 柯文哲说呢 现在如果连磁剂都买不进来 以目前政治的气氛之下 他认为以台北市府名义去买 不可能比磁剂还要快 其实这样 如果总人口乘以0.7 我已经算过好像是要3200万剂 如果要达到一个群力免疫 大概要3200万剂 这还是说如果没有 在未来的时间没有出现变种病毒 我在想如果变种病毒继续演化下去 明年可能还在加打一剂 所以搞不好就变成 因为每年要加1600万剂 所以 所以是这样啦 这个问题是这样啦 我就觉得 但是我为什么现在 我们台北市也没有说跳出去说要买 那个已经愿意买的1500万剂 先进来再说吧 你拿1500万剂都进不来 然后每天一直在喊说要下一个 我就觉得这样啦 所以我当时讲说 如果连磁剂都买不进来 在当前的政治氛围下 我不认为台北市政府会比迟迟更快 所以我决定是这样 那1500万就先进来吧 先进来看 我也不晓得困难在哪里 如果他们都进不来了 有什么理由台北市政府去买会更快 他们已经是公司的企业的 已经没有去涉及到什么意识形态的 他们都办不到 我去一定阻碍更大 所以今天是这样啦 就赶快疫苗赶快进来赶快打 这样就好了 我们台北市的预约系统运作到现在 可以说非常的纯熟 所以每一次我们都在5点截止以后 我们就把所有这些预约的资料 那转到各个医疗院所去 让他们可以准备 因为隔天一早就要接种了 那这一次是第一回 就是7月15号5点截止预约 那我们就是一样 我们就用最快的速度 把这个档案下载下来之后 我们就送到各医疗院所去 让他们可以及早准备 后来发现可能中央系统 他的这个人比较多 所以5点过后还有陆续增加的情况 所以当隔天 那开始接种 有看到说民众有反应 在名册里面没有他 那跟我们反应之后 我们马上做处理 那也再一次的 把中央的这些所有的名册 我们再一次的再转档 转到各医疗院所去 所以大概只有第一天 一开始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 那现在我们已经 也跟中央联络了 也就是说 接下来下一批 我们就会动作稍缓一点 等到中央的这个结稿 就是他的整个结档的时间 确定了 通知我们 我们再去下载 那这样就不会产生这个误差 所以我想第一次有这种情况 我们后续就会来改善 好 这两天网路上疯传一份 食药署内部的定期检讨资料 内容被引设 其中有一批疫苗原液的 与维生物超标 指挥官陈时中今天证实了 日本批号102.159的原液 确实有维生物超标的一个情况 而且是日本原厂主动来揭露 但是近来台湾的原液批号是103.061 两批完全无关 那是食药署内部的一个资料 那是定期他们在做内部的讨论 各种检验的一些讨论跟检讨 那但是被人家拿来 好像在影射 就是说他有一批 是有含有维生物的一个超标 那那个批号 那批号是102.159 102.159的批号 那是日本那个装填厂里面进来 原液的批号的资料 那那批确实是有维生物的超标 那批确实有维生物的超标 但是这个资料是日本原厂跟我们 主动揭露的 他其实有很多批很多批 其实他有一批他们在验出来是不合格的 那但是我们进来台湾的 我们的批号 我们使用的原厂的批号是103061 所以跟那个批号是完全无关 完全无关 就好像我们一个工厂里面做了 12345678 90做了100批 那其中第三批有就有点问题 那但是我们用的是第98批 那我们也要求96 97 98 连3批的一个资料再给我们看过 那3批也没有问题 那所以用的原意是绝对没有问题 然后第二个 日本出口的时候 日本官方他也要出口 也要再做相关的检验 然后第三个来到台湾 我们的封签检验一项都非常的严格 那经过7项法定的一个检验的项目 那完全都合标 所以也就是说 一个 把内部的资料 其实是一个 这基本上还是一个保密的资料 在 那这样会 其实会将来对我们国家跟其他国家的 药厂之间的互信 其实会产生问题 会妨害我们各种药品跟 疫苗的进口也好 或是相关的使用也好 都没有办法建立在一个互信的基础之下 来进行相关的一些交易或是进口 那对我们 是不好的 所以大家也不要再去误传这样的 一个事情